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讲 所罗门向圣殿祷告 首先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 是《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七到三十节 神果真住在地上吗 看啊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 抚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 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 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垂听而赦免 那么所罗门到底他真的是有智慧的一个人 他知道神的伟大 充满在全宇宙之中 也在宇宙之外 不论所盖的圣殿有多么的大 绝对是容不下神的 因此神并不住在人手所建的圣殿 但是为什么所罗门还要建造这个圣殿呢 他的答案很简单 他是说要作为神立名的居所 要象征神在那里 作为祷告的地方 人在那里的祷告 神就从约贵两基路伯子之间的 那个施恩座上面来垂听他们的祷告 那么谈到这个耶和华 住在世上任何的地方 无论怎么样的尊贵 或者怎么样很神秘的幽暗之处所保护的 都难免会遭受到误解 为什么 因为神他不居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圣殿里面 但是因此所罗门他就指出 用这样的形式字句 并不代表他真正他的真字面的意义 也就是说就算是天上居所 或者是七重天都不够他来居住的 地上的宫殿就更容纳不了他了 这个就是所罗门他所关心的 那么用耶和华之名的居所 在29节所提到的 是信仰的整个的焦点 这个名字的圣经概念 就是指着本尊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当你提到那个名字 就是他本人的意思 那么他包括有两个主要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 是拥有权 意思就是说上面既然有他的名字 就属于他了 那么第二个意义就是说 能够跟人有接触的机会 如果我知道某人的名字 跟他联络就会比较容易 那么这两种概念在这里是重叠的 耶路撒冷圣殿是属耶和华的 那么只要他的名字在哪里出现 我们向他祈祷就比较容易了 因为那个圣殿里面有主的名 神的名 耶和华的名在那儿 那么神的殿确实是住在天上的居所 在三十节里面所说的 但是他可以在圣殿听取君王 还有众百姓的祷告恳求 换句话来说 所罗门他祈愿圣殿能够成为 人呼求和神施恩的一个相会的地方 那么这一切都包含在神的名 这个概念里面 那么这个主题一再地在第二十九节中出现 因此神的名处于一个地方性的一个观念 也就是说指神的一个特别的同在 没有把它局限或牵制于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含义了 那么我们再来读猎王纪上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人若得罪邻舍 有人叫他起事 他来到这殿 在你的坛前起事 求你在天上垂听 判断你的仆人 定恶人有罪 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 定义人有礼 照他的义赏赐他 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 拜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 承认你的名 在这殿里祈求祷告 求你在天上垂听 赦免你名以色列的罪 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我们看到说 如果有一个人他得罪临舍 那么如果这个灵舍来投诉 他就必须起事来表白他是无辜的 那么他必须要在圣殿之外的那个祭坛在那儿起事 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神他就是审判官 会来宣告他是无罪或者是有罪 那不论他用什么方法寻求真相 那么在以前是借着大祭司的乌林跟土民来提供答案 那么现在呢是被一种律法上的判断来取代了 那么就会把最后的一个结果 在圣殿神圣的情境之内来确认 一个有罪的人会发现他已经自己审判了自己 因为按照希伯来文的这个意思是说 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的头上了 那么以色列国当他们战败的时候 这种灾祸被认为是犯了违逆神 离弃神的约导致的后果 那么在约束亚纪第七章十一十二节 因为亚干取了当面之物以后呢 在这里经文说 以色列人犯了罪 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 取了当面的物 又偷窃又行诡诈 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 他们在仇敌面前转备逃跑 是因成了被咒诅的 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 从你们中间除掉 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那么原来会战败 除了一个补救的方法之外 没有办法了 那么这个补救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要悔改 归向神 要学习承认他们是有罪的 以及他们必须要向神来祷告 让他们归回之地 并不表示他们已经被掳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参考下面 46节的经文 那么我们再来读 列王纪上第八章3536节 你的民因得罪你 你惩罚他们 使天必赛不下雨 他们若向此处祷告 承认你的民 离开他们的罪 求你在天上垂听 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 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 且降于在你的地 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 所以我们看到 当一个百姓 他们遭遇到干旱之灾的时候 因为他们来犯罪了 神就收回降雨的 这样的一个祝福了 就好像当地时常遭遇到的 那个干旱一样的 那么这个应当被视为 得罪神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来看经文 生命纪十一章十三十四节说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 所吩咐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尽心尽信侍奉他 他必按时将秋雨 春雨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 辛酒和油 从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神他审判的目的 是为了要让人可以谦卑 卑微而且要教育他们 让他们行当种的善道 也就是说要根据神的约计划 来教导他们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因为罪而受罚 天不降雨 那么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 怎么样能够祷告 求神来施恩呢 我犯罪受罚的时候 我要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 遵行神的话 我要怎么样做吗 其实在圣经里面 三十六节就告诉我们 他们应该向圣殿祷告 承认神的名 离开他们的罪 那么三十六节说 求你在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 而且降雨在地上 好 那么我们再来读 《猎王纪上》第八章三十七到四十节 国中若有饥荒 瘟疫 汉风 霉难 蝗虫 马炸 或有仇敌 犯境 围困成意 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 你的名以色列 或是众人 或是义人 自觉有罪 向这殿举手 无论祈求什么 祷告什么 求你在天上 你的居所垂听赦免 你是知道人心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带他们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主之地 一生一世的敬畏你 那么当他们遭遇到 这些天灾的时候 那么就好像饥荒 瘟疫 其实都被指为 是一种君王或者百姓 他们惹动了神的愤怒的一个指标 那么在第三十七节里面 就指出了有许多的天灾 那么这个原因是在哪里 比如说 炙热的东风所带来的汉风 那么那个天气非常的干燥 那么解经家通常的解释说 那些植物的灾病是苍白的 或者是绿色的疾病 那么这个字也可以是指黄胆病 那么第二呢 是煤难 因为太多的雨水造成的 或不是时候的雨水所导致的 被当作是黑或者红的一个汉风 那么第三个成长的蛊物 受到飞虫的侵袭 譬如说蝗虫过境 第四 爬行的昆虫好像毛毛虫一样 那么这里面圣经所说的 好像那个马杂 有些人认为 这个是蝗虫生命周期中的 另外一个阶段 人为的咒诅 包含了因为整个围城 这个好像是境内的城门口 可能是指着乡村或者是城市 而导致了有这些饥荒 那么有关的长期严重的灾祸 会遭遇到许多这些疾病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他们遭遇到这些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那么这里面也提到了 个人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人 那么他们的良心 也就是说他们自己 感觉到自责了 感觉到自己有罪了 并不表示说 这是后来添加的 唯有神知道人的心 就是说惩罚的目标之一 是要让人真正蒙到赦免后 能够带着一个敬畏的心 来顺服神的 我想这就是这一段经文 所要表明 所要告诉我们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